这张心理师他是一个透过心理科学的方式 研究人类行为背后可能的因素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数学 是一个统计学 是一个科学 绝对不是玄学 其实心理师没有读心术 把生活想成师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哈啰大家好我是Ariel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 资商心理师为什么要分享我的工作 原因是因为其实多数人长期可能都有一个很困扰的东西 叫做负面情绪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 因为其实从疫情到现在一段时间了 我想有一些人还陷在里面 然后其实我们身边呢 最常遇到的就是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在介绍我 就说这是我的朋友Ariel Ariel好 然后接着他就会说Ariel你在做什么的 我是资商心理师 蛤你是资商心理师 那你会不会下一秒就会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最好都不要动不要讲话 不然被你看穿就完蛋了 拜托 第一个我没有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第二个我们没有能力知道你在想什么 因为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跟 比尔公一样 就我们不是比尔公 就我们没有任何的在玄学上 可以有一些 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穿 如果我有这种能力 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好吗 没有这种能力 智商心理师它是一个透过心理科学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背后可能的因素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数学 是一个统计学 是一个科学 绝对不是玄学 其实心理师没有读心术 所以你应该会更理解知道我们必须跟你谈话可能三到五次以上 我们才可以去推论说这样的行为背后你可能是有什么原因 大概是这样 这跟读心术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们智商心理师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大量的个案塞满了我们每天 可能从三到五个可能更多 最常被问到的其中一个也是 你们怎么去消化你们的负面情绪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像垃圾桶一样 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但对我来说我的经验分享的是不会是负面情绪 原因是因为我会知道虽然我是住人工作者 可是我们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常常跟朋友聊天聊一聊 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的辛苦 然后你就会开始落泪之类的 因为我们都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他才是他人生的当事者 而我们只是一个陪伴者跟协助者 我们终究不是他 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次的个案结束在踏出去门的那一刻 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刻其实我的内心是有一个蛮明确的一个界限 那个界限会知道 其实我今天进的任务就到这 所以那个东西就不会一直跟着我 我的工作就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清澈的湖水 我会映照那个当事者来到諮商市里面 在做諮商的过程中他所讲的话 就会像这个湖水一样反射回去他生命经验给他看 他讲了什么我可能从我的专业受讯告诉他我看到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解决 会不会有负面能量 说实在的其实不太影响 因为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在 多数时候啦我觉得当我们可以搞清楚 每一个个案当事者他自己本身就像一个剧一个戏 当我们在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们需要他的帮忙给我们回应 然后我们再给协助 会累的部分倒不是负面情绪 因为你每天都听到不好的事嘛 说实在的会讲好事的人今天就不会来找我了 所以我一定都听到不好的事 我可能只会有一个偏差 我会觉得是不是人生没好事了 这是我唯一觉得职业上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啊我在下班的时候只要我朋友打电话来 我常常都会先跟别人说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你今天发生什么好事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平衡我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影响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会来的人一定是讲他辛苦的事或是难过的事 那好事可能我要刻意询问才会有 因为平常你也知道如果过得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我们根本不会遇到他 那我可能就要从我日常中去平衡 其实人生中本来就有好有坏 我最害怕的遇到的个案 应该会是他本身不是他自己愿意 可能是由政府转介来的 或者是他的另一半叫他来的 或者是家长叫他来的 那这种其实 为什么我会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原因 是因为有时候那个叫他来的人 不会陪他一起来 在他可能内在已经不是很好受的状况下 然后又没有理解智商是什么的时候 就被推着来的时候 其实他跟我们的信任关系是非常难建立的 那非常难建立的影响就是成效的问题嘛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不信任 然后叫他来的人也不愿意一起进来参与 那他就有点像是孤军奋战 然后没有任何support 他的support那时候可能是唯一的我 那他又不信任我 因为在心理治疗里面 影响一个治疗成效的关键因素就是 信任关系 他大概可以达80%吧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跟慢慢的很沉默的陪伴之类 等等的各种 就是他没有像一般愿意主动来的 比较可以快速改善 因为我们的关系可能需要时间建立 那个时间蛮长的 在这过程中的疗效可能就需要等待 这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我就分享一下在我工作中 有没有一些蛮正向的影响经验好了 在我们智商室里面 其实从4岁到84岁这段区间的人 其实都有 其实我们每隔智商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跟当事者核对跟确认说 他们有没有什么发现生命中的改变 或是收获 其实很有趣 你就会发现说在前面这一段年轻人 他们可能追求的就是有钱有车有房 三大年轻人的人生目标嘛 当然我也曾经有这样想过 但是那些人就会告诉我说 他们追求的可能不是这个 反而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比较重要 而不是别人希望他有什么 其实他们这样给我的回应 也是一个反馈 其实在我生命经验回顾到说 是为自己的理想活着 还是是别人的期待 其实也算是帮忙到我去省思 我有没有更贴近自己 我觉得这是蛮温暖的 那另外一段呢就是比较后者 五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几岁 这一段人其实他们就是曾经追求有钱有车有房的认知 当然他们可能也达到了 那什么原因让他们可能在这里继续找一些人生的答案 他们后来就在回顾给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被触动 因为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重新把人生再整理一次的 再重新回顾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不是他们有钱有车有房而感到幸福 重点而是他们曾经在生命里面每一刻都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 只是这些梦想有时候是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意义 但当事者只要有些年龄了 来到我们这边做探索了 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像是一本很有人生阅历的一本书 当然在这过程中他们会跟我分享到最大的收获 其实发现自己幸福没有很难就在身边 就自己有努力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在生命中最后面那个尾端 到底能不能够睡得着吃得下拉得出来 其实你知道对我来说很震撼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拥有睡得着吃得下拉得出来 但其实我很常没有把我身边理所当然的事情 把他感恩进去 所以当这样的当事者分享这样的智商体验 对我的帮忙其实很大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现在自己拥有的东西理所当然化 那我自己在工作场域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常会去细俗我生活中那些理所当然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这也是我值得可以回顾感恩的东西 好啦那我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跟智商师有关的一些细节 其实智商师这个工作本身它是一个陪伴跟给予你一些洞察的人 跟可能你以前所接受到的一些评价 或是可能别人会批评你什么的 那个其实不一样的 智商师这个工作其实更多的是背后我们会去理解 做这个选择可能你后面有什么委屈或是有什么困难 我们会用舒服的方式把这东西回应给你 当然也是帮助你有更多觉察 所以可能不会像大家讲的是不是 读心术猜测别人什么的 其实一点都不是那样 我们反而会用比较接近你的方式 自在的方式去帮助你处理跟解决 接下来你人生中的困难 应该说各种类型我们都会看见 但是有一种类型其实是 不是那么容易做智商的 那一种类型就是不信任者 你这个就可以理解说有一些朋友跟你讲话 为什么他讲的不太营养不太健康 你还是听得下去因为你们非常麻吉 你们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讲什么你都会听 可是关系不是很好的人 他讲什么有道理的话你都听不下去 这意思是一样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